进巷子里面 我就会去看我左右两边的距离状况 起步时 360度环境判断四周距离 上路后 两侧有来车 后照镜闪烁提醒 左右两侧有9.5公尺 跟后方75公尺 你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会闪烁提醒你说旁边有车 而不小心 偏移压到车道线 系统还会介入帮忙转向 主被动的安全辅助 几乎成为新车的标配 现在连速线也要下功夫 基本上会出现在展间的新车 都是目前当红的主流车款 包含了21年式的SUV 21年式的跨界旅行车 还有我眼前的这一台 它也是21年式的豪华房车 虽然这些车型统统长得不一样 不过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 速线都不能超过180公里 瑞典品牌以前出厂车辆的急速 大概在210到240公里上下 而去年的5月起 全面限制在180公里内 如果还嫌太快 甚至可以直接手动设定 那可以针对速线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 把车子的速度 可以控制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范围内 可能刚学会开车的人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交给亲朋好友 或是洗车的人来使用 去设定第二把钥匙的关怀的速线 不只单一车厂要拿速线来开刀 欧洲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决议 从明年的5月之后 欧洲出厂的市售新车 都必须加装 ISA自动速线辅助系统 影片里解说的是IACC智慧定速系统 而ISA速线辅助系统的概念也类似 透过摄影机 GPS图资读取路段的速线 当车辆超速 仪表板会跳出提醒 并进一步限缩引擎的输出 直到回到速线之内 那透过摄影机系统可以知道说 这条道路上的速线是多少 那它就会把你原本定的速线 做出一个调整 比如说你原本定90 可是实际上这条速线可能是60 那它就会自己跳到60 你在设定上它会有一个空间 比如说有些车长 他们可能是正负10正负20 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让车辆合理的线索速度 欧洲运输安全委员会认为 如果普遍实行 渴望降低30%的交通意外 但专家也点出 每个地区道路环境有差异 以台湾来说 国道同时有大车小车不同的速线 扎道口又是不同的速线 而同个垂直路段 可能高架跟平面又不相同 能不能够精准判读 还带观察 而更多安全科技加深 车架也势必往上垫 Isa这套系统 它一定会把车架给堆叠上来 因为它跟卫星这个GPS的联系的部分 又要再多一个功能出来 那以有LV2跟没有LV2的车辆价格 至少都相差在10到15万 如果Isa这种自动限速系统再加进去的话 可能又要再多个一两万上来 虽然Isa不算新技术 但在法规下必须标配 欧系车厂首当其冲 尤其是入门车款影响比较大 接下来几年的新车编程与价格 值得持续关注 TVBS新闻 辽国美里鼎立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